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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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反间谍法还规定在反间谍工作中 与之前关的其他单位应尽力予以配合 比如在需要时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可以提醒海关编防等国关免检 国家安全机关也可以帮助别的部门 做做全盘扫描和杀毒工作 反间谍法在有关国家安全机关可以干点啥的这一章的最后 还特意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 在执行任务时是受法律保护的 拒不合作的 你必须面对法律审判 推为阻挠的 必须面对法律审判 打击报复的 你必须面对法律审判 总结起来就是 圣光啊赐予我力量吧 然而以上这些权利 需要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能使用 比如行事权利前必须出示证件 有的权利需要严格的审批 并通过后才能实施 而且在进行反间谍工作中 不仅要严格遵守 反间谍法 还要因线法 行法 民法 回音法 剧组法 现代流行音乐作曲法等 咦 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混进去了 反间谍法明确了国家安全部门 在反间谍工作中的权利 为反间谍工作 提供了具体指导和有力保障 同时也给这份权利 加上了诸图安全所 确保它不超载 不越界 但千万不要因为这些限制 就忽略了权利的权威性 反间谍是国家安全部门的 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也是我国国家安全的保障 没有权利的保障 何来安全的保障 权利的确定和权利的限制 同样重要 狮子不发诺 是因为没有敌人 不是因为没有利爪和尖牙 在接下来的两集中 我们将详细为你讲解 反间谍法的另外两个 重要组织内容 我们老百姓可以干点啥 又应该干点啥 以及如果干了不该干的那啥啥 咋处理 你要是不看的话 就不好处理了 下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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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